佛图号 铁罗汉号 上海一号 抗战中有着故怪名字的战机 本文作者为《凡马的爱》 主编为萨莎 如果转载请务必著名 太公列于天马号 那些有名字的抗日战机 二战中很多国家的空军都习惯给战机进行命名 中国空军也不例外 中国空军的战机命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 其一是由政府进行命名 由于抗战中国民政府号召全国民众捐款购机 航空救国 因此很多战机被政府以地域 单位 团体或个人的名字进行命名 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抗战结束 秦尔是由飞行员自己进行命名 抗战后期 中国飞行员看到美方飞行员流行给自己的战机起一个吉祥的名字 于是也效仿他们 自己给飞机进行命名 但由于此时人夺机少 飞行员没有属于自己的飞机 因此大部分时候只有队长才能命名 但飞机还是大家一起用 到在1.28第一次松户会战后 民众的捐款购机行动便已出现 上海天出卫星厂的职员们在目睹了日军对上海的狂轰乱炸后 决定捐款购买一架战机 用于支援抗日 1933年 天出卫星厂以11万元的价格订购了一架捷克产K-47全金属战斗机 捐献给南京政府 并将附赠的一架小型教练机捐献给中国飞行社 1934年 国民政府将两架飞机分别命名为天出号和天出副号 从1933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期 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团体 民众和各国华侨总体捐献了上百架各型战机 极大的支援的抗战 1933年 上海各界捐献飞机有上海市第一号 护二号 护学号 护商号等 浙江民众捐献有浙江救国号 中央军校师生捐献有黄埔第一号 浙江政学两届捐赠有浙政号和浙学号 1934年 安徽 湖北和河南各界捐献有安徽号 湖北号和河南第四 五号 各地铁路员工捐赠的平汉一 二号 郑泰铁路号 北京铁路号等 爪旗华侨捐赠的爪旗号 1935年 无兴崇业小学捐赠的儿童号 交通部邮政员工捐赠的邮政员工一 二 三四号等等 而到1936年的现机驻售运动 更是达到了高潮 截止到1937年底 这次现机运动共购集114架 命名102架 这其中广东省以11架飞机 一说为18架 位列全国各胜之首 其中机关团体捐赠有公务员号 省银行号 自路军号等 广东赌王霍之亭和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霍宝财 父子捐赠有知评号和宝财号 而广大华侨在这次现机运动中表现最为踊跃 他们的捐款占了总捐款的20% 新马来西亚一地的华侨就捐赠了高达13架飞机 捐赠飞机的运动一直延续到了抗战结束 这其中还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36年现机运动中 一位因在9.18事变中反抗日本侵略而受伤致残 被迫流浪到上海 并沦为乞丐的东北青年 靠省吃俭用将数月辛苦乞讨赚来的一元法币捐献出来用于购机 扣除汇款后时捐酒脚八分六笔 1940年 四川河川县举行一元献击运动 全县各乡镇小康之家八岁以上人口 每人劝募一元购机款 全县最大的一个家族一次捐款24500元 甚至有一位农民将自己身家的四分之三 45亩田租 约合24000元 捐献了出来 就这样 河川县以区区一县之力就捐赠了三架战机 被命名为河川一 二 三号 现机活动的热潮迅速息捐赠了全国 佛教界捐献了一架飞机佛图号 青帮大老杜月生捐献了两架飞机 被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 甚至监狱的囚犯也积极捐款购机抗日 1941年 洛福县监狱在压犯人董作明 将自己仅有的五元积蓄捐献给了行为 汇用于购机 并劝说其余12名犯人 总体捐出了47元2角6分的购机款 他还把飞机的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载育人号 1941年11月29日 武华县监狱全域停时一天 用停时省下来的120元伙食费 捐给重庆市航舰会 用以购买战机 而华侨领袖陈家庚更是发动和号召了全世界的华侨 为抗战捐赠了高达217架飞机 全国各地的机关单位团体 民众和海外华侨捐赠的这些飞机 在抗战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空军的将士们驾驶住这些战机 在天空上应有的抵抗日扣的侵略 其中在抗战初中期 最著名的战机要算由美国华侨捐赠并命名为 潭香山华侨号的一负152战机了 因为这是抗战空军的头号王牌有折升的座机 依附152战机机动性能出众 由以水平盘旋机动建长 1939-1940年间 柳哲生驾驶这架战机 在重庆上空共击落了7架日机 此为官方认可战绩 另还有位确认战过多架 战到了其战斗生涯总阵记得一半以上 潭香山华侨号在重庆的天空中威震敌感 曾有幸存的日军飞行员说道 从编号上看 这架来袭击我的一负152飞行员 应该是中国空军著名的荒舅柳哲生 今日死里逃生 真是幸运啊 抗战后期 中国飞行员也开始自发地给飞机进行命名 其中有铁罗汉 千里远 小弟子等名字 而在整个抗战期间 名气最大的战机 则要准备叫做太古令号的P40了 这架战机曾是两位王牌飞机的座机 他们分别是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 其中队的首任队长徐华江和第三任队长王光复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亲哥哥 徐华江是这架飞机的命名者 他曾回忆到 我心就想 如要取名字第一字体 你比划一定不能太多 以免在空中不容易辨别 同时又要有意义 想起了小时候所最喜欢读的一本小说 风神榜书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个性及名字 至今依旧耳闻能详 其中有一位奇人就是江太公 名为江山浩子牙 在军中辅助 周 吴王伐咒 他等于现在的军中的参谋 幕僚长 建立了很大的战功 死后封神 在众神之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并能领导权众神下达命令 虽是如此 我也就把我飞机也神化了 就把我的座机命名为太公 另三个字 并将这几个字请机械员 采用黄色的游戏写上 飞在天空上就非常的明显了 于是 我座机两面都写了太公另三个字 并告诉队员们此名字的由来 中美飞行员都跑来要同我飞机照相 想沾一点众神的保佑 这架飞机随徐华将多次驰骋战场 并有过几落日记的记录 而让这架太公另一号真正扬名的还是王光复 王光复 驾驶这架P40战机 总继继继续落了高达8架日机 它也成为了抗战空军的第四号王牌 特别是在1944年10月27日的京门战役中 它驾驶着这架战机 一人便击落了一架轰炸机和二架战斗机 在整个战斗生涯中 该机从未被日记击落过 堪称一架极其幸运的战机 抗战后期的另一架著名的战机 是一架名叫天马号的P-51战机 该机增随第四大队参加了1945年 中国空军远征南京铭故宫得那场著名战役 并有几落日机的记录 此后 这架飞机作为中华民国当时最先进的战机 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 第四大队最后一任大队长徐华江的座机 徐华江曾回忆说 这架飞机机头前下方有四大队 智航大队的队徽 有了上次去太公里为名非常的幸运 自此 也将队长坐机取名 其上前一样的位置写上天马二字 其名是从天马行空 昂昂不群而来 意思为特利都行出众的意思 机身上有红色三系一粗代表上校大队长 空军编制大队长官阶是上校 事实上 当时我只是有中校官阶 机位三元圈代表四大队的三个中队 红色21队 黄色22队 蓝色23队 伟继光招清视策 不交清视近成灰 抗战的硝烟早已远离我们而去 而那些有名字的战机和那些驾驶驻战机的先备们 则未曾远去 他们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因为这是属于整个国家的抗战记忆